这是谁家的小公子啊 这么真假 五术云峰 很雕与折的 这长得也就一般嘛 跟我比还是差一些 可比他差人了 来来来 算一算 算个热闹 来 算一算 各位来 算一算 算了 盛天高 尝尝尽住啊 小的给您 请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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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小声点 没看我今天南庄出行吗 就是为了避免没必要的麻烦 是 是 你就是最大的麻烦 你说什么 我说 没什么大麻烦 敬州 姐 我是来给你生意的 生意啊 生意就算了吧 我 耕铁 我 郡主 你说你来我这十多回 要是能帮你 我早就帮你了 该告诉你的 我都告诉你了 真打没了 不管 今天我要再嫁不出去 我就嫁给你 郡主紧言 郡主慎行呀 是是 郡主 你不能依死相逼啊 怎么 我堂堂一个郡主 还配不上你一个说书的呀 不是 郡主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书 害我男家的谣言 你也有份 想想办法 我想我想我想 我想我想 哎 郡主 红卵馆 半个月后 红卵馆的鸾凤珠将要面试 相传这鸾凤珠 它有催熟姻缘之功效 不如我们 死马爷的火马爷 是什么 鸾凤珠 好 别说区区一颗鸾凤珠了 就算是十颗 我也在所不惜 好 很好 清王殿下 使甲入殿是大不经 请您 此乃大禹君王佩剑 是儿臣给父皇的礼物 今日父皇生辰三浪来迟 还请父皇责罚 罚 要重重的罚 罚你多喝几杯呀 平身 谢父皇 好意的流星 父皇 此番平定大禹 天下大智 国泰民安 短期内周边小国也不敢作乱 真乃是大汤之幸啊 有礼 静儿 寡人还有一事与你相商 有关浮渝 父皇可是想乘胜追击 出兵一举拿下浮渝 浮渝派使臣来 欲与我大汤联姻 朕的皇子中 唯独你没娶妻 不如以此机会 假借和亲使臣身份 前往浮渝 探其底细 儿臣 愿以使臣身份 亲往浮渝 即日便将启程 各位 来开开眼 经营剔透 这就是 红网馆的至宝 卵凤珠 现在开始出价 我出五十两 卖给我 好 五十两 八十两 八十两 一百两 胡子公子一百两 一百两有没有 一百两 还有人比他高的吗 一百零一两 是萧大人来了 这不是萧子律萧大人吗 果然是富于第一才子 萧子律 君子不独容所好 你别挑事啊 这萧大人一百零一两 还有没有 一百五十两 一百五十两 一百五十一两 一百五十一两 萧大人一百五十一两 两百零 两百零一两 两百五十两 两百五十一两 萧大人两百五十一两 三百两 三百两 好 好 好 这三百两都能买到别院了 对啊 还有佳呢吗 三百两一次 三百两二次 三百两三次 三百两三次 终之再次 这富于虽宵 百性倒也安居乐业 热闹得很啊 哎 殿下 你看 公子 你看那儿 咱们这次来福于 以和亲为友 实则刺探情报 万不可暴露 真实身份 长生郡主 果然大熟 萧某佩服 我是不是听得错了 对啊 怎麼稱我長生劇主啊 蕭大人從小與長生劇主相識 他絕不會認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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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長生劇主 杯 你不會動啊 我杯 杯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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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想回這兒 快起來 快起來 你小心 該小心的不是那裡 是那裡 小柯 小心了 几日之行 咱们走 郡主 咱们干嘛去 寻找有缘人 别怕 我的音乐 死尖 死尖 快 谢谢 公子 公子没事吧 公子 你的手流血了 双双 你手没事了 自己不宜久留 咱们还是 消磊 恭喜建主 贺喜建主 住的罪了 姻缘没了 我手也受伤了 何其之有啊 非也 非也 郡主有所不知啊 这其实你的姻缘啊 那鸾凤柱也未必有用 但是就在刚才 意外之中 你的掌心 凭空多了一道伤疤 这或许暗示你的姻缘 也多了一切生机啊 郡主 我相信 不久后 咱们偿楼王府 就要传来喜讯 啊 喜讯 是吧 哈哈哈哈 喜讯 哈哈 喜讯 喜讯